数位五倍券开放线上登记首日 民众疯抢优惠造成系统大当机 民众党立院党团召开记者会抨击 行政院的责任是照顾全国百姓 而非行销公司 现在很多行业都已经撑不下去 政府还要玩天天抽周周送的烟火十字海把戏 让受困产业与民众情何以堪 纳税前来办抽奖 政府坐庄民众抢钱的一个饥饿行销 大家知道7月份的失业率达4.5% 达到了这10年来的同期的新高 那不管你花的是什么券 都是民众的纳税人的钱 拿全国民众的纳税钱来办抽奖 这种劳民商产四倍公办的撒钱方式 真的真的只有苏贞汉院长才干得出来 那苏贞汉院长到底知不知道民间疾苦 立委邱成员也痛批各部会的加码券 并非依照受困与非受困产业来分 毫无标准可言 说穿了就是为了消化预算 把剩下的1600亿元用完 没有目标只是为了消化预算 我想8400亿的救命钱已经快要发完了 这次最后的1600亿动用之后 如果疫情还有变化 产业还没有复苏 那未来应该怎么办 包含后续的这个疫苗在采购上 其实都没有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交代 那之前民进党政府不发现金 说是要针对受困的产业来精准纾困 现在各部会九大卷出炉的 也不是依照受困跟非受困的产业来分 根本没有什么标准 可以说这就是大傻币 大内宣 还透过这个饥饿行销的方式 甚至当时本来要缴1000元 后来说这个不用不用再支付这1000元 还讲的是政府帮你出 你搞清楚这是我们纳税人的血汗钱 民众党团呼吁比起滥发九大卷做假振兴 尽数提高疫苗覆盖率 让民众回归正常生活 才是最有效的振兴方法 记者林习惠 台北报道